POP大国民 今天轮到你 一位陪伴来的工作人员 还有四位贵宾在我们的现场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客家大戏天光音乐歌舞剧 他在五月份就要推台北的国家戏剧院了 所以今天特别把导演韦以成 韦导演还有演员蒋一文 以及演员陈时贵 三位请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我们来一一跟各位介绍 导演韦以成韦导演 蔡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韦以成 来韦以成韦导演很厉害 他其实不是客家人 他客家话也不太会说 可是他这几年却是一道客家戏 扬名全台湾 厉害厉害 真的很厉害 来有一位年轻优秀的演员蒋一文 一文你好 大家好 我是蒋一文 另外一位刚刚跟各位介绍的 陈时贵 时贵你好 你好 还刚好 时贵刚刚告诉我说 他是新竹竹竹竹 我就特别要讲竹竹竹竹竹 我特别有感情 我要先跟他聊一下 为什么呢 我是在新竹念了三年高中的 新竹中学 所以呢 我的很多好朋友呢 是从竹竹竹竹竹过来的 那边来的几乎都是客家人 一大半 然后南边的竹男呢 不一定 但是苗栗来的 到我们新竹念书的 也有很多 又是客家人 所以呢 我跟这个客家的朋友呢 其实是渊源非常深的 所以要跟时贵兄 特别聊一下 好 韦导 这一定要回来了 你对客家文化或客家戏 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着迷的 总有一个典故吗 原由吧 其实我真的好像接触到 原来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语言 是从大学 那因为大学同学有几个 几个是客家人 那包括就是原来 我们这出戏的女主角 谢琼轩小姐 还有如果对剧场熟悉 有另外一位徐燕玲小姐 她都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她们是客家人 那个时候就 原来你们是客家人 然后他们住中立 住新竹 然后会去他们家 然后就原来客家 客家人的生活是这样子 那当然偶尔就会问他们说 很简单的客家话怎么讲 大概是从这里开始 但后来我也才回想起来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有跟几个好同学 然后我们自己几个男生说 那我们要做自助旅行 那就是分别到他们的 那个什么外婆家 爷奶的家 其中有一个同学 他们家是 好像是屏东 他是屏东人 所以我们就坐火车这样下去 然后一站一站下去 最后我们的目的地 其实是墾丁 那在那个之前 就先在他们家落脚 屏东就不少客家人 对 那很清楚 所以有可能他们是六堆人 我想 那我们就是坐那种平快 坐夜车 当年 对当年 然后到了车站以后 大概就是清晨 他们家的亲戚 就是用那种小发财 载我们 所以我们还坐在后面 然后用坐板凳 然后全部都是林间 然后起摩托车 这样的我们去晃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后 就是说要吃早餐 然后一整桌就是卤肉啊 什么煎鱼啊 什么什么 然后吃饭 然后他们说 哦 因为我们就是客家人 怎么 就是那个是我 应该是 the very first time 就是跟客家人 因为 吃没呀 粥好像是闽南人不多 是 客家人是白饭 然后 那个时候就说 哇 早餐怎么吃 吃中午餐晚餐那样子的 对 他们家也是三合院 那样子 OK 那回到那个就是两年前 当初 北一大 因为其实北一大 城市的客家歌舞剧 这今年 连天王是第三出 那第二出的时候 就是学校的老师 刚好也问我 说 有没有空 有没有兴趣 那 那个时候的导演是李小平 对 小平 小平哥呢 他是导演 那我跟他虽然认识很久 可是我没有真的跟他合作过 所以 我说客家音乐剧 然后导演是李小平 那我就觉得 我有兴趣 于是我就参与了 所以反而真的接触这些文化 真的开始有去认识 是从上一出相似相似开始 对 可是这一次的这个天光是大戏啊 虽然大戏 因为他的背景拉得很开 很开 等于就是用一个戏来反映了大时代里面的女人的 特别是客家女人的三代女人的这个这个故事了 你晓得这种类似的故事的 其实在在台湾的戏剧史上 不能说没有 但是并不是很多 可是呢 更重一点是说 凸显女性在这里面的角色 这个是很棒的 不管是闽南族群还是客家族群 其实台湾的文化里面一个母性的题材 这是很很坚强的 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先请教一下一文 一文在这戏里面演的是孙女 对 对 来北上念书的孙女 是 是他们家的算第三代 对 这个天光的家族里面的第三代 对 算第三代 那你可以简单描述一下你们的前两代的故事吗 前两代的故事吗 可是因为以他的时代背景 就是我这个第三代应该是 大概我爸爸妈妈那个年纪在读大学 我们这个故事背景 就是他最年轻 这一辈的年份差不多是90年代 90年代 所以你很厉害 我第一次说要在一个舞台上面 把三代的故事快速的这样子穿插 一个舞台剧你说两个小时多嘛 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其实这样是要很厉害的功力了 剧本的撰写还有场景的调度 是那剧本他其实他的结构就会有点像是影像式的剪辑这样的跳节这样的那同时融合那那一文他演的这个角色如果我们用现代话来讲他就是一个愤青啦 就是他看到所谓的比较不公的社会事件对那他们就会去做发行学生运动就做抗争这样那那我们的贵哥石贵兄的角色如果他是跟所有其他演员在的话他是中词管理人这是其中他一个角色 这里面的一个角色 但事实上他角色又超越了这个中词管理人 另外一个角色 他是有 没错 他是有高度的 我们在剧本上面写他是一个吟唱者 可是我设定上面 其实他代表的很多 他可能代表的是客家的精神 他可能代表的是祖先 因为客家人非常重视祖先 其实每一个族群都是 但是因为客家从以前到现在那个流离 然后定居 讲的导演你太文章章了 我们就一直被人家欺负嘛 被人家欺负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嘛 所以其实你晓得那个家族意识很强的 所以对于跟这件事情 或者说我们确定这个我们要在这里落脚的时候 所以对于他们自己的从哪里来这件事情 客家人会更重视 所以他也可能代表就是说 这个有这么过往所谓的客家人的祖先们 那以及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做一些田野调查 然后去看很多的宗词 其实宗词里面都会很多很多的祖训 对对对 对所以石棍老师他在他在吟唱的很多内容 都是我们去找了各家的客家的祖训 对把它合在一起 那其实我的用意一方面是 好客家人的生活都是在这个 以祖先为前提 以不负祖先这件事情 但他同时他其实也是一个两面刃 他可以是一个前进的动力 他有可能会变成某一种包袱 对这是石棍老师在这个戏里面 这个角色的一个 石棍兄你 石棍老师你本来就很爱吟唱吗 很爱唱 吟是有兼着一部分 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有唱这种舞台剧 像我们之前有唱过祖先的脚印 苏老师苏教授做的 他里面也是会参查一些唱 一些是用影音的 所以还蛮有兴趣的这方面 其实今天为了配合这个大戏 我们应该全程用客家化的 但是真的考量到各位听众朋友 所以我们就牺牲了我们全部讲客家化的 这个欲望跟冲动 而且其实只有石棍老师能够怎么听 但是呢 我也必须说 如果被客委会主委李永德听到 他一定会说 哎呀你不要再臭屁了 蔡史平上次上你节目 叫你讲几句也讲不出来 对不对 好我们今天跟各位谈的 我们虽然是用的是国语 但是我们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得到 这处大戏 大时代的三代女人的故事 天光 那她的动人的魅力 我们待会来继续请教这几位 在我们现场的朋友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剧情 为什么她特别吸引人 然后看这个戏的 因为她标榜的是一个音乐歌舞剧 所以她的音乐 还有她歌舞应该都是有 非常大的可看性 可弹性 马上回来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青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青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ath Radio是我扬起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欢迎回到Path大国民 今天六点钟我们请来了 客家音乐歌舞剧 天光这个大戏的几位重要的骨干 来我们现场 因为她全程是用客语 对不对 是 但是有字幕 对 那对于不懂客家话的朋友来讲 我们要先把她心结给打掉 我先请教一下导演再问两位演员 假设我是一个听闻广播朋友 哇 我是不是听不懂客家话 那我看这个戏能看得快乐吗 能看得有被感动吗 关于蔡大哥这个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那时候 我们首演是在高雄 对 然后呢 我们其中有一位演员 他有从罗马尼亚来的朋友 来看戏 欧洲人 我懂 但他们完全不知道 对于那个中文 他完全 可是他们看完以后 他们觉得很喜欢 那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 事实上 我们在这个戏里面要讲的 他只是背景是客家的人 而情感这件事情是 每一个族群都是一样的 也是人性的 那所以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 我真的非常非常建议大家 不要因为你听到说 哦客家 各位我觉得 我不是客家人 我听不懂客家话 我太喜欢这句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在讲这个同时 我心里面就在想说 如果刚才发出这个疑问的朋友 你就上当了 为什么 你看那个《悲惨世界》的时候 法国版的 从道也讲法文 对不对 你听得懂吗 请问你 你也没听懂 但是有没有哭得稀里哗啦 你还是哭得稀里哗啦 没错 没错 就是我历史说 很多这种音乐剧 它是从法国来的 它讲法文 百老汇来的 它讲英文 当然有些英文很好的朋友 没问题 但是很多人还是靠字幕 真正去理解 还有一个很重要是 有时候剧情本身的穿插 走动 它就穿越了 那个一句一句的台词了 这个情感上面 我觉得每一个人会 比如说像 我们那时候在排练 那因为我们讲到 就是三代 三个女人 然后像英文 她有一段 就是跟她的奶奶 有一段戏 然后旁边的助理们 她每次在看那一段戏的时候 都会说 我好想我阿嬷 我什么 就是 对 那个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 每个人都有妈妈 每个人爸爸 有爷爷奶奶 所以都会去做投射这件事情 然后以及 再重新去看 虽然这个年代 我们好像 以现在来算 它已经快将近 三十年前了 可是事实上 有很多的事情 我想到现在都还是 仍然持续在发生着 然后那怎么样 重新去看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家庭也好 跟社会的关系也好 我觉得这个戏绝对是 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的 它算是一个那个吗 算是一个女性的戏吗 因为既然强调三代的 女性的故事 所以女性是这个 整个戏里面 从头到尾的主线 主旋律吗 我当时在这个 其实这个原来编剧 是施鲁方老师 他也是国内很有名的 一个编剧老师 那他写 其实他用了很多 因为他做了很多的research 那他因为背景是 评农六堆 所以他就把 评农六堆过去的 比如说包含 因为他想要做的是 客家人反抗精神 所以当时 可能他们 应景嘛 对 他们有一些 不管是有抗日的行动 然后 当然也会遇到一些 白色恐怖的状态 就等于台湾过去 走过的路 那最近的就是 义文演的这个角色 他叫玉文 玉文 他那个时候刚好 就是美农水库的 这个世界 有抗这个世界 是 但是 当我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希望 就我更有兴趣的是说 当这个大时代 的事件下面 这些小人物 他们的情感 他们怎么去面对 他们这些事情 于是我主轴 其实我们的女主角是 这个 玉文的 奶奶 叫春妹 对 他经历过的这些事情 就是说 他对大家来说 他好像就变成一个 好像很古怪的老太太 不太讲自己的话 可是他到底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有点像是 剥洋葱这样子 一层一层剥 一层一层剥 原来他曾经发现过 这些事情 他为什么不愿意 以及他 我这边可能在讲 就是说 虽然我们前面讲说 跟客家人 对于 对于 祖先这些 很崇敬 很尊敬的 可是一定会有人 会对祖先 有一些怨对 对 那为什么 我们都是在这个戏里面 去解开来 以及比如说 他听到了他的孙女说 你要去管这些事情 你就不要去管别人的事 但是这个孙女来 他会说 为什么 这个就是应该要做的 其实 客家人们 他们会觉得说 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做的 我就一定要去做 可是又会有一个反对的声音 不准 你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就给我回去 要不然你就给我带在家里 对 那祖孙之间的这个冲突 他到底为什么呢 我看到导演在讲解这个戏的时候 自己很入戏 很入戏 你完全就是演员的口气 在演员的强调 非常优秀的演员 我听说 他完全是一个演戏的演员 在这个方式在诠释 跟这样的导演合作 两位演员也没压力 压力 我听说他自己 你晓得眼而优则倒 对不对 倒得这么投入 这么认真 并不是一个客家文化背景出身的人 所以他一定是想 想当然而 他一定是投入更大的心血 去认真地理解 在这种双重的这种压力之下 你们当演员都压力不大吗 我只有怕就是 就是我呈现出来 不是他 他要那个期望值啊 对 会吗 结果呢 结果我不知道 然后我会 我也不会吧 以后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鱼在干嘛 看起来 看起来OK的 他到现在也没有想到 没有提过任何换角的 对 不过话说回来 你自己在诠释上 因为就像你说的 客语并不是你的母语 所以本身你要一个 克服这个语言了 然后还加上一个角色的揣摩 虽然年轻时代这一块 基本上是比较接近你的 你的时代 稍微接近 但是其实 这个预文 这个角色的一些 个性跟作为 其实跟我本人没有很相近 对我可能不会 在那个年代我可能不会是愤情 我可能是把自己吃饮固好而已 对 所以 我觉得那个时候主要是要去揣摩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想要去参与这件事情 然后这么主动积极的这个 这个情绪上面 就是 我要去抓一下 因为我可能本人 不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在这个东西上面 对 然后那个时候一直遇到一个障碍就是 因为我跟阿嬷 跟奶奶冲突嘛 然后 然后 就是说 就是 你要去抓那个平衡点 他说因为我只要一不小心 就会变得 很像很傲娇 然后就是可能 不太讨人喜欢 这样子 很像就是 不是不讨人喜欢 就是变成是耍任性 耍任性 对 但是 但你不希望是这样的呈现出来 对 因为如果你今天任性就说 我就是要去嘛 你这种怎样 这种感觉的话 我觉得那个 角色的质感会偏掉 他应该是要很 觉得说 你 你都叫我不要管别人的事情 但你到底要管什么 因为我们里面就有一句台词 就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 那你到底管什么 就是说 其实这件事情是因为 他 不被认同 你不想了解我们这样子的状态 而讲出来的话 的这个冲突 而不是说 本小姐要去 但事实上 我觉得导演这样 韦导这样说是对的 因为 你只有这样子 是回到一个 他期待的这个诠释的角度 你才能够让观众 一直知道说 原来 因为观众看这个戏的时候 其实观众有一个角度 是跟演员不太一样的 他比较全知一点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知道 这个奶奶一定有 他的人生故事 他才会表现出 对你的态度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边 对撞以后 才慢慢去抽诗拨远 才知道说 他那看似顽固 看似不可理解的背后 其实是 一层又一层的人生的血汗 人生的故事 他就好看会在这 好 但在这关键时刻 贵哥就出来了 是不是 他的音唱就开始又再出来了 是 每一场之间 关键嘛 这是关键的 因为戏里一定是有高有低 一扬顿挫 对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气氛 有时候是在后面 给他做一个收尾 有时候是在前面 帮他做一个铺路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帮这出戏 因为有这么好的剧本 有这么好的导演 这么优秀的演员 希望给他们是加分的 既然是音乐歌舞剧 音乐部分要不要说一些 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词 那时候师傅方老师 他其实找了很多 就是客家籍的诗人们 歌手们 包括李玉方老师 曾贵海医师 然后罗斯荣老师的这些词啊 诗 那我们的音乐呢 就是是北一大的一位作曲的老师 那个 闫明秀吗 是 闫明秀老师 闫明秀老师 他做的音乐 那明秀他很 他也是非常认真 他的认真是 因为上一出 《相思相思》 也是他作曲的 当他拿到歌词 当时他自己去买了一本 客语字典 他先去查每一个字怎么念 于是 因为其实 诗歌 诗歌 有诗 其实就是歌 那他就会去找那个旋律 语言性的音调 来帮这个作曲 唱出来的时候 他虽然是歌 可是其实也是跟着这个客语的语言的旋律性在走的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 那今年这个天光呢 我就跟他讲 因为他是学古典出身的 我一直跟他说 我希望旋律上面能够很快的让观众能够很接收到 即便是他不记得歌词 可是如果说旋律上 如果观众看完 他可能会记得某一个 他就会自己去哼出这个旋律 那就是我们音乐剧的成功 因为如果你看完 大家说还蛮好看的 可是音乐到底有什么印象深刻 好像不太记得 那我认为他是一个不是成功的音乐剧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音乐方向 我一直跟明秀沟通 就是要找这样子的 通俗性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在现场刚才 很能说的这一位呢 就是眼而优者导的导演 韦以辰 我说太多了 然后演员蒋一文 还有演员陈世贵 在我们的现场 客家音乐歌舞剧天光 马上回来 演员陈世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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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react album 音乐 teammate 喜欢吟时 演员陈世贵 他们 running 工 rappro由 仰仙白鸽 黑眼来见白鸭 黑夜在一代鸭 既然叫客家音乐歌舞剧 你看这个名词里面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当然是客家 第二个是音乐和歌舞剧 好 我要再讲一下 有歌舞咯 有 歌舞这部分不容易 很多演员是很好的演员 但他不一定有办法在舞台上就放得很开 那歌舞这一块呢 你的歌舞多吗 一文 歌舞 其实我本来很期待的某一支就是最大的舞 还蛮期待可以跳 可是偏偏那一场就没有我 夜和啊 真的啊 对 就在那一场里面你是没浪漫 我刚好没有 对 可是其他的部分 他就从头到尾把你塑造成愤情 愤情 对 就是一直很愤怒直到最后打开心结 所以你们在歌舞上面也有 调配吧 因为我说也要也要让演员整个来做一次肢体上的 这个训练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对那因为排练时间真的蛮短的 那尤其是就是台湾的演员必须 他不是说只能接一出其他各自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能用最压缩的时间做最有效的事 我这完全可以理解 国内几个音乐剧或歌舞剧建长的几个团体 除非他的演员是比较固定的 否则的话 他其实都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因为每个演员都要都要在不同的嘎戏里头 去维持自己在现实世界的生活 所以这完全可以理解 那但是呢 这时候我们的陈时贵先生 贵哥呢就很重要了 这一次我看到资料上来讲 就是说有不少的题材 是从客家三哥里面找灵感的 对客家 他有北部客南部客 我们这出戏主要是南部的 所以我们找一些南部这边的一些鼓调 南部的鼓调意思就是说 北部的客家是不太会唱的 也可以是这样说 但是现在交流性比较多 所以稍微比较有在唱了 毕竟还是 你带来这个叫大门声 对对对 大门声客家话怎么讲 台门声 台门声 但是南部他们讲 台门声 台门声 是 我这样念起来发音还有点像 台门声 因为他这个算是 就是北部的所谓老三哥 这种老三哥意思就是说 他们是在 清唱 在清唱嘛 是不是 在他们的比如说在庙口 在大树下 所以自由版 自由版 属于自由版 您可以示范一下 我哼两 因为我感冒了 不好意思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那天才能是 他就会来 我哼两个人 我哼三哥 你会来 我哼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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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词 那歌词说实在 他这样写 你还不一定看 每个字都认识 你也不一定 他知道他是客语字 他客语字 对对 但是呢 我大概猜出个 七八九成 他其实有一点点是什么 路上碰到 那个姑娘 姑娘嘛 然后路上 路下去 然后他有一点点 这个大门声是怎么样 在什么场合里面 在客家的 南部的相亲会唱 他这个大门声 其实在很多场合 都可以唱 喜怒哀乐的场合 都可以唱 主要是词的变化 词的变化 还有 他这个旋律 他只有三个音 是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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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三个音中变化 就像北部老三个 只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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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音在变化 但是这三个音的变化 它有快有慢 然后有很多一些切分 再加一些虚字 所以让你感觉会有很多的 一扬顿挫 但是你刚刚说 这是老三哥 所以在延明秀教授的 这个重新的这个编曲里头 他是把它放进来 但是加了比较 比较现代感的因素进去 他一部分一部分 就是有点像改编曲之类 就是也加了一点 传统的精神进来 但是也做了很多的新的改编 要让在舞台上面 非常灵活 能够接受 因为石贵老师 他是学美声声乐的 那那时候我就是说 希望他能够唱一些唱唱 你知道这 总觉得今天是我心目中最对的声音 你就是需要这种感觉 对 其实就是那种沧桑感 但是因为他现在感冒 五月之前感冒都变得好 都变得好 你就保持这样就OK了 就是我刚刚在旁边听着觉得 好感动 你知道吗 你刚这个比喻的时候 就让我想到 我跟南哥蔡震南 以前合作过一个音乐剧 你知道的 在某些场合里面 他的那个歌声一出来 味道就对了 就是那个声音里面 带着一种破破的 而且一天他喝酒 还要一点 那个破破的嗓子 然后唱出一种 台湾人的某种宿命的那种爱情 比如他唱那个帮派的那种 那种人困在那个地方 警察要来围捕他了 那个唱的时候 你晓得全场我们都觉得 GP跟他都起来了 就是那个声音 就像你刚刚讲的 就对了 那个沧桑感 他并不是受过训练的那样子的声音 是我希望在吟唱者身上 一直有的那个感觉 这就很像以前有一个配音的 一个老前辈跟我讲一段话 我都还记得 他说声音里面带着时间的颗粒 对 就你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是那个嗓音是带着那个时间的颗粒 在那个声音在磨 磨过那个嗓音的石头 这样磨出来的那个声音出去 所以就会哇 一听起来 整个人就GP跟他就起来了 那就对了 所以真的 贵哥就麻烦你了 五月底之前感冒都维持这样 但也不能严重了 好挣扎啊 对对 我们谈的是天光 不过做一个导演 你要跟这些音乐 舞蹈 都要做一些搭配 所以基本上这些合作 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 都压缩的很成功 好了 应该算还OK啦 对对对 因为真的也不容易了 可是你知道吗 在我有限的这个舞台区的生涯里头 我有种感觉 就是说 演员也好 各个工作人员也好 他们其实是到了一种 要上场了 很自然就会撑 就会撑出那一个 很紧绷的两个小时 对不对 是 然后从头到尾玩了以后 可能生病了 一玩就垮下来 就病得更严重 然后 那个有任何新式的 现实世界里面 和繁琐事情的演员 他撑完了两小时后 我马上打起电话来说 那我会 那个钱我明天 一定想办法再欢迎 那我意思吗 就说 演员就是 好在这里 我在那两小时 我就非常的 专业的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这个是 我觉得我每次看 你知道 这只有在舞台剧 各位听众朋友 你只有到现场去看音乐剧 你才能感受到这个 是 因为电影可以剪接 电视剧是 也是一样 一段一段拍 只有舞台剧 你不能出错嘛 比如说贵哥 声音这样 他就算到那天 声音真的很糟糕 他上场就要上了 对 他还想办法 他还想办法 对 我想这是舞台剧 最棒的地方 天光 我们给各位呢 再提供天光的这个讯息 两厅院售票系统 这个 5月19号 5月20号 在国家戏剧院 客家音乐歌舞剧 大戏天光 天光 下轻的声音乐剧 雨下 是 我就撒松痴 就那那哈多 青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Hop Radio 是我扬起 H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笑说哦 这没有跳什么好色啊 是生不落花啊 但是啊 没有人在扮好色哦 吃起床下用苏粉糖的来色哦 啊 我说很像星人的哦 因为没有 笑说 这有没有五十年了 好欢迎回到 POP大国民 呃 客家音乐歌舞剧的大戏天光 好 那么在南部演出之后呢 他五月份就要回到这个北部来了 回到北部来呢 是分别在五月十九号 礼拜六跟五月二十号 礼拜天 在国家戏剧院 会有两场的演出 购票系统呢 是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 也提供给所有的朋友 好 最后一点时间了 因为它既然是一场大戏 而且是一个三代的女人的故事 背景呢 是以台湾南部的这个六堆 作为一个场景 那中间穿插了这个三代女人 所看到所经历过的台湾社会的 各种的变化 包括政治的 包括社会变迁的 也包括一些政治的议题 转换到所谓的社会的议题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了 透过一个音乐歌舞剧 而且是客家人的角度来看待 维岛其实自己是很好的演员 然后也参与过很多的戏 那你晓得 当一个戏锁定在客家这个议题上的时候 它意味着台湾这个社会的多元性 终究还是要注意到 比如说也有一些音乐歌舞剧 是锁定在原住民的地产 过去也有很多很棒的 所以表示说 从这条来说 其实台湾是够多元化 那最后一点时间 导演也好 两位演员也好 来喊个话吧 吹个票房 围岛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 虽然它是个客家大戏 但是你以一个不是客家人的身份 来导了这个戏 你当然希望它是跨越族群的 是 来说几句话 我想情感上面 不管我们大家经历了什么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共同生活 在这个土地上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戏后来的 就我们这个戏叫做天光 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 就在这个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轴 天光就是天亮 那我们不管我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是你个人的或者是一个大环境的 你的家庭的 其实大家都不要气馁 对 因为天黑的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那个阳光出现 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戏 要讲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轴 对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看 然后一起来 经历这个舞台上这些角色 他们的情感 那也可以给各位 自己本身有一些什么回馈 对 对 我们一起共同 我们来再去感受 好 帅哥导演讲完以后呢 这个来换美女演员 好 一文呢 好 因为其实这一书戏 其实我觉得我最期待的 并不是客家人走进剧院 而是非客家人可以走进来 对 因为其实 就大家真的不用害怕 就是哦 听不懂这件事 因为很多朋友也在问说 哦 会不会是全客语 听不懂 但是其实就连 当时在高雄厂 我的家乡 我哥 我哥哥是个 就是 情绪非常硬的人 他很难被感动 对 可是就是 直到他看完那一天 他就说 他还想要再来台北唱 对 他就说他真的就是 在某一幕的时候 他的眼角真的就是 进不住了 对 那一幕是因为 他妹妹出来了吗 不是 他妹妹出来 他应该就是瞬间出息 我在高雄厂 我听到有个人大笑 就是你上场 没有啦 我乱讲 应该是你哥 不是 是高雄厂大笑吗 没有啦 我乱讲 刚刚演员蒋一文说的 我觉得例子蛮有趣的 哥哥是个很鸣的人 但是你晓得 很鸣的人在剧场里面会被打动 就表示说那个 一定打到他了 对 刚刚我讲过是美女演员 接下来是邢南帅哥 邢南演员 阿贵 陈世贵 来说几句话 不敢想 不敢想 太难了 希望 科委会 他会被发 我们都进行 我们都 给 议审 来做这些台试 希望 有我们的导演 还有 还有上年 希望大家 能看出 都有 价值的 欢迎 欢迎大家 好 刚才 陈世贵先生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花了这么多的资源 花了这么多的精神 来做这个大戏 又有一个这么好的导演 这么年轻的厚身 就是他讲的是 像这些厚身年轻的演员 这个戏当然指着大家来 来好好的分享 差不多 翻译的OK 同步可以口译 我非常开心了 我作为一半的客家人 每次看到客家的朋友 在努力的 在台湾这块岛屿上 去凸显出客家的历史价值 跟他的台湾社会的地位 我都其实蛮感动的 因为 我们刚好 刚刚讲过一半一半 所以你刚好也能够体会到 利用这机会 让不同的族群 相互的认识 特别特别的是 我非常同意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连这个 悲惨世界 法语版 你拿讲法文 你都已经看得 这个哭得稀里哗啦的话 你没有理由 讲客家话的大戏 你看得不会 哭得稀里哗啦 理由就是因为 语言只是一种表达 如果你懂 那当然可能更懂他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不懂 也没关系 透过字幕 你一样能够感受到 演员在戏里面 还有导演在调度这个戏 音乐 歌舞 在这个戏的穿插中 所扮演的角色 天光 推荐一样推荐给所有的朋友 五月十九号 五月二十号 两厅院售票系统 非常谢谢三位 谢谢魏导 谢谢 谢谢伊伦 谢谢 好 也谢谢各位的收听 剧场见 唱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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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山运给 gga ress 我留給愛的念品 等於愛全世界 你的眼界 給愛的世界 你的世界 改變的愛 你的世界 改變的愛 你的愛 給愛的世界 你的世界 改變的愛 你的世界 改變的愛 天空的山青 你的世界 天空的山青 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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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 trabal 美中 任淺 美中 任淺 美中 任淺 Zither Harp